你知道吗 中国三峡大坝如今已经继于十年了 现如今里面的鱼权都在300斤左右 对此当地的渔民质问 为何还不让人捕捞 不料真相曝光 原因让人震撼不已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今年中旬 一段三峡大坝内 鱼群密布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画面中水域中鱼的数量多得惊人 个头也不小 光是百斤以上的大鱼就不少 场面十分壮观 这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直呼鱼群盛世 然而尽管鱼量如此丰富 专家却禁止民众捕捞 面对如此鱼货丰富的场面 禁止捕捞起飞暴田天物 此举立刻在网上掀起讨论 许多网友质疑进步的必要性 强调如果不开放捕捞 其量鱼群反而可能对大坝造成破坏 鱼量既已如此丰富 大可开放民众捕鱼 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又可减轻大坝的压力 三峡大坝位于长江中游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 1994年开始兴建 2006年完工 2010年实现175米的设计蓄水高度 大坝改变了 长江上下游的水温水利条件 在改善鱼类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坝形成的巨大水库 提供了理想的鱼类栖息环境 水库水质清澈 水温适宜 使得许多鱼类 如鲫鱼 鲫鱼以及中华鲜等 找到丰富的食物来源 每年两季鱼类会有时 数以万计的鲫鱼 聚集在下游产卵 壮观的鱼海景象令人震撼 此外 体型巨大的肉食性水老虎也大量出现 取食其他鱼类 水库为这些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繁殖环境 长江里生存着420多种鱼类 包括我们熟知的鲫鱼 鲤鱼 也有许多珍稀物种 三峡大坝蓄水后 这些鱼类得以 在600公里长的水域中生存 根据调查 水库中增多的 不仅有小鱼 还有许多重达300斤的大型鱼类 它们在水库中可以无忧于货 这表明水库为鱼类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 大坝的建设 也阻断了长江中上下游的联系 使一些鱼类的回游 密食集繁殖行为受到影响 大坝改变的水温条件 导致鱼类气息地发生变化 一些物种面临数量锐减的困境 长江流域原本生态环境复杂 大坝的建设改变了 鱼类的生存环境 使其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 于是在2020年 中国正式实施长江流域为70年的 重点水域进步令 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生态环境保护举措 按照禁鱼令要求 长江流域11万多位渔民需要暂停捕捞 实现产业转型 这对渔民生计构成重大影响 虽然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帮助渔民就业和生活 但转型之路漫长艰难 这项禁鱼令覆盖面广 影响深远 按照规定 禁止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湖泊 水库等重点水域进行任何形式的捕捞活动 涉及面积约是2.9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4% 这使得依靠江河捕鱼为生的渔民陷入巨大困境 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捕鱼业 寻找新的谋生手段 面对这一举措 不少渔民表示难以置信和强烈不满 鱼业是他们生存的命根子 暂停捕鱼意味着丧失收入来源 即使国家提供再培训和转产补贴 但他们面临的也是重新开始 中老年渔民尤其难以适应 因为船上生活已成习惯 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生态问题这个长久大计 尽管国家限制了他们的捕鱼 但国家也早已为他们做好了打算 面对大量的失业渔民 国家也根据其自身情况 切实地帮助渔民转业 转岗 甚至有些渔民还从原来的捕鱼园 变成了护鱼园 在就业的同时也为国家的渔业恢复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而渔民困境形成对比的是 长江水质和水生生态出现大幅改善 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长江大桥下出现的白莲炸窝的景象 这表明鱼类数量在持续增加 有专家认为 这与鱼类的群居习性 和回游产卵特点有关 总体而言 长江鱼种数量和品种的恢复情况令人欣喜 长江大桥下的鱼群主要以白莲为主 视频显示大量的白莲 聚集在一起产卵 场面十分壮观 白莲是长江的特有鱼种 属于产量较高的经济鱼类 其数量大幅增加 说明长江的鱼类资源正在逐步恢复 此外 还有网友在其他地方拍摄到了各种鱼群 品种繁多 这中分证明了十年鲸鱼计划的成效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些鱼群中混杂着大量敢鱼 个头普遍在100斤以上 敢鱼鼠肉食性鱼类是淡水中的霸主 每天能吃掉约自身重量一半的鱼 一些网友担心它们没有天敌 呼吁进行人为控制 具体来说 担心敢鱼的网友认为 敢鱼体型巨大 食量惊人 几乎没有天敌 一旦数量失控 势必会对其他鱼类 特别是小型鱼类造成极大压力 甚至威胁它们的生存 在过去敢鱼旧层 给养殖场造成过去大损失 一条敢鱼幼鱼 就能吃光整个养殖场的鱼苗 所以有必要及时采取措施 控制敢鱼数量 避免生态失衡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不应过度控制敢鱼 原因是长江生物种类繁多 约5000种 形成稳定的生态结构 敢鱼数量暴增也遵循自然规律 再不识后其内部竞争加剧 价值食物减少 根据试着生存法则 敢鱼群体最终会恢复正常 它不是外来入侵物种 对生态影响有限 专家解释 长江生态系统复杂多样 种群之间形成了动态平衡 敢鱼数量的波动 也是这一平衡的组成部分 不会破坏整体稳定 敢鱼的捕食 会引发种群内部竞争 根据自然法则 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所以不需要人为干预控制敢鱼数量 除了上边这些原因 在当前阶段 禁止大规模的捕捞行为 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近年来 长江流域通过实施 禁鱼政策和加强污染治理 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因此各类鱼类得到有效保护并大量繁殖 但是 不同品种的鱼类增长不均衡 其中以劣食性强的敢鱼 数量增加最多 敢鱼会捕食如连鱼等其他鱼类 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冲击 如果进一步扩大捕捞连鱼的规模 势必会打破现有的平衡 不利于已经脆弱的生态系统的恢复 目前 长江流域还处于 十年进鱼期内 在此期间 各类鱼类得到 充分的休养生息时间 总量出现明显增长 这些鱼群的增加 正是多年来实施禁鱼政策 取得进展的结果 它们是长江生态环境 改善进程的见证 如果在禁鱼期结束前 就大量捕捞 很可能会导致鱼类种群过度减少 生态系统难以为继 前期禁鱼的成果也会前功尽弃 鱼类数量的增加 已开始超过水域的负荷能力 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捕捞 势必会导致鱼类种群迅速减少 进而出现水质恶化 缺氧以及疾病爆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此外 再近于其内进行捕捞行为 也有可能面临法律追责 因此 现阶段还需要以维持生态平衡为重 不宜过度开发利用 虽然长江流域的水质 和鱼类资源等方面已有所改善 但距离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还有一定差距 还需继续加强污染防治 科学调控鱼类比例 完善相关法规等措施 在不打破现有平衡的前提下 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发展 只有生态系统足够稳定 才能考虑未来的开发利用 当生态环境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后 开展适度的捕捞利用 就比较可行 但是在开发模式上 还需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性 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可以借鉴其他区域的成功模式 采用生态渔业的理念 合理制定捕捞配额 划定休渔区等措施 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 保证资源的再生能力 利用长江鱼类资源 还需要健全相关法规作为保障 目前涉及资源保护 捕捞行为等法规不够完备 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应当尽快补齐法律空白 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 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严肃查处超补 乱布等破坏资源行为 确保开发利用在法律框架内有需进行 当前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尚未完全稳定 仍需通过继续治理 优化结构等措施 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改善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需要系统性思考和行动 短期内出现的负面影响 不应掩盖三峡工程 对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意义 我们需要在科学分析基础上 持续完善管理措施 兼顾发展与保护 逐步使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长江依然任主而道远 我们仍需不懈努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